那我记得可清楚了 刚才那阵的时候你可跟我说了 说年龄比你大几岁没事 说身高长相你都不在乎 大三位以内的可以 农村的城市不限 再也没有啥那个要求 这怎么见着人了 这年龄也不行了 这身高也不行了 真是老鼠掉进面缸里 翻白眼呀 大爷光棍一辈子一生从未迎娶 都说没吃过猪肉 但见过猪跑 但大爷这样适而的没吃过 却都已经各种挑剔 可给红娘瞅快了呀 毕竟在大爷屋子里转了一圈下来 确实是没看到一面镜子呀 这块地少不得 没搞收过地 别的都收过地收的 你别的地都收完了 你就剩这一小块了 对 那都给我收过地收的 我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吗 我回来得晚了今天 这收的也晚了 我听说咱爸讲的 对 我在工地才回来不长时间 就是在哪干了 在混村 五百五一天 五百五一天 对 那你这是干多少天在混村那活 干一个月零三天 那是剩多少钱回来 剩一万一千多 我听说咱好像干霸酱 干挺多年了吧 今天干三十年了 干三十年了 对 那你都一直在哪干 就在家公小干吗 哪干都去 山东 河北 还有广西 广东都去过 那咱这爸讲 是常年有活吗 在春年 春年开化的时候就有活 一直干到 休学上动 能干五个月到六个月 那咱就算下来的话 我看一年干半年 那咱这一年能多少钱收入 一年 那个六万到八万左右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漏啊 别看大爷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但人家这一年到头 能落进腰包里 那可是整整八万多块钱 这要是真算下来 人家每个月的收入 都将近六千多块 出一趟门 就带回来一万多块 这要是有个媳妇 估计都能天天盼着大爷回家呀 从前面进是不是 到前面看看 这都是邻居啊 都是邻居 都是邻居啊 对 他这一年 你等大伙帮你活一年 都给你都不压的 把业谁要给他呀 也是消毒啊 你那可真是存小伙 啥说没有啊 那是一百说没有 能干活 你能过日能挣钱 从来没结婚 没结婚 你说我喜欢 你说我喜欢 那不是存小伙吗 这叫活 那你们这村里的 他都不帮着 介绍介绍呢 还有一番的 他不干的 啊 他得挑就行一行 一包不干的 那这咋在之前 给介绍过完 都瞧不上是不是啊 对 没有找不着 一直找不着 一直到现在 没找到 还真是意想不到啊 红娘钱都刚跟大爷 从地里回来 结果这会儿 还没进家门呢 路上就被几个大爷大妈 给堵住了 宰着大爷就是一顿猛花 直呼人家就是踏实能干的人 没等大爷有所表示呢 红娘就奔起 既然大爷在村里饱受好评 那这林里相亲的 为啥也没见给人家介绍一个 没成想人家一说 咱才知道 大爷就是眼光高 一般人瞧不上啊 刚才听村里的人说 一辈子没结婚 没有 直到现在没找到 那都差啥呀 就是以前我父亲去世早 我16岁我父亲去世 当时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我那几哥哥都结婚了 就我没成家的 我这父亲没了 就是耽误下来 耽误下来 原来都是盛老妈自己的 然后也给咱张个不了回事了 对 就耽误下来 那你说年轻的时候 应该都相过对象吧 相过两个 但是也没成 都差啥呀 第一个小伙子长得黑 长得潮 没想到我 第二个我还看懂我了 但是我还过不起彩礼 你要多少彩礼啊 那是要1万块钱 但是也拿不起 以前夏天困的 那个什么 父亲去世早 但是在以后 眨了点钱了 也不愿意父母 但是也没说上 也没找着 也没说上 村里就那个 就我小时候25岁那天 看这俩 在以后也没有接受的 没有合适 没有给我介绍的 找个年龄相仿的 大三岁以内的可以 那小就不用说了 农村那城市不限 再也没有啥 那个要求了 真是大火烧竹林 遍地老光棍啊 咱那倒是有些 摸不着头脑了 前头还以为 大爷是单纯的 离婚丧傲 所以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要求高点也正常 没想到现在疑问下来 大爷是一辈子 从未讨过老婆 整的红娘 也是直呼离谱 大爷的兄长们 一个个都是座右美人 合着就年龄最小的 给落下了 说起如今上台相仙 就听大爷嘴里 说出的话 那肯定也是浪子 回头筋不换了 直呼年龄 合适就足够 不然再这么挑挑 剪剪下去 别说人是老光棍了 估计就连头也成老光瓢了呀 我问一下的 我印象中你好像跟我说 咱们不是有退休金的吗 有 你退休金多少 我退休金2500 那姐呢 你要说你说2500 在长春 你要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也够花了呀 那你为啥还这么干呢 因为我贷款买了个房 完了现在还没还完呢 我现在完了就干点活吧 多挣点钱 反正房贷也宽着 贷款买了个房买多大的房子 贷多少钱 32.52平 我一共贷了12万 那现在还剩多少 现在还剩5万5万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瘸腿跑赢飞毛腿 一想不到啊 大妈的婚姻状况是离异 但人家50多岁的年纪了 却还在被出奔波 一天天做着各种联工坚持 倒是有些咱小年轻 那种奋斗的样子了 红娘也是打心底的疑惑 但究其原因 大妈表示 自个买的房子 还有5万多的贷款 这话一说 出口就让咱心凉了半截啊 找穷的找丑的 就是不找外债的 离婚我不后悔 因为是命 我也俩要是就是命 我也不懂嘛 那啥也不印钱 完了就离了 离婚这事有点草率 就是本来就是 就像开玩笑似的呢 没正想的 我说的 我说离吧 没正想的 也那边巴不得 我说离呢 然后就真离了 我后悔没有孩子 我要有孩子 我都不买 我都那个啥 我都不找对象 因为 不过哪说 他心里有个那啥 惦记你的人 也有个牵挂 你有啥事 他也能马上出现呢 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 我要有点啥事啥的 这块住的不好啊 或者啥的 立刻就能过来 爸我就心里 人品得好 对我好 我爸说的 只要他能干 能干 能干 身体好 找个农村的也行 就是南方他要没有 他农村我不可能去 因为我这从小到大 是在长春长大的 另外我也买房了 这两年前买的也买了 我也现在也有住的地方 就行像南方 上我这来住吧 这也都可以 这可以 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啊 两人还真是 各有各自的苦难 大爷是一辈子 未婚未娶 别提什么西夏儿女了 估计就连上次摸女生的手 估计都是在几十年前了 大妈这边离前 也是没生两孩子 现在想想 就是满满的后悔 找不着老伴 先暂且不说 但这西夏要是有个孩子 无论大事小事都能有照样 可不用一个人孤单寂寞这么多年啊 介绍一下 这是孙福财 孙大哥 这位是王秋燕 王大姐 大姐是啥呢 长春的 然后呢 家里好像道上跟我说了 连农村亲戚都没有 没有 对对 连大姐先先这样看看 大哥新带的房子 这个房子是地短了 对 地短 你们先走 没事 高米不怕财 大姐 这个房子就是你整的地暖地热的 地热 就不用烧炕了 炕也烧 完了还烧炕 买的你的地热也不咋热 找不热呢 直接烧锅炉 炕也热了 地热也热了 冲水就热了 就烧什么锅炉就行 现在锅炉整不整呢 没问题 我这房还没装修完呢 里边琴笔子没贴呢 家具还没买呢 电视也没买呢 等啥呢 等老伴呗 缘分不分早晚 只为等你而来 别看大爷家里只有 刚刮的白玉镜的墙壁 屋子里是没有任何的装修和家具 真的算得上是家徒四壁 屋子里只有一面墙 红娘健壮也是有些不理解 大爷倒是一脸的风轻云淡 一个人过热的苦点累点无所谓 现在就是等着找个媳妇 别说买家具了 估计就连重新装修一遍 大爷都乐呵的愿意啊 毕竟这么多年媳妇是没找到一个 就是想花钱都没地方挥霍啊 那腰包里的实力指定是存了不少 想法是我 我要是成的话 我可以找农村对象 但是要成的话吧 我在城里有房子 我那意思吧 我可以上我那住 因为现在都力手力脚的都能干活 你这农村的房子也不值钱 你这闲的就闲的吧 你有地吧 你可以把地包出去 那完了你可以 你不也可以 你不也得干活吗 挣钱吗 是不打工啊 对对 对那你现在的状态不也是吗 就是地也是包出去 没有地自己种 你哪有时间种地啊 你不是总在外边干活吗 种完地除外去打工 那啥工地一天能挣多钱呢 工地现在我是干外墙的 要日工吧都是五百到六百之间 要是包瓶啊 比这还挣的还多 那你平时多数都是干日工啊 还是干那个包下来那个月节啊 月节还是日节啊 你平时就做过 这个就没一定了 就碰着啥活了 你碰着那包瓶呢 你就去包瓶 碰着日工去看日工 啊 那你这那什么 就别说年了 你这一个月就是平均下来 一个月能挣多钱呢 那平均下来一个月挣五千块钱呢 妈呀 一个月挣五千哈 也不少啊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高帽子 保险的很呀 看到大爷屋内装修有些简陋 大妈也是直接给出了提议 炎日中的意思就是表明 不希望大爷再花这么多钱在家居上面 自个反正在城市里还有住房 两人索性直接搬到高楼里住 岂不是美的 再一听说人家的工资是如此之够 大妈心里就是满满的认同啊 大妈这边是觉得大爷的工资合乎心意 以后两个人要真实在一起 别说两人是不愁吃不愁穿了 秋连以后出了啥毛病 那也是完全有能力负担 挺有惊愿 你是干啥工作的 呃 什么活都有 就是 就是也是反正有也有日节的 也有月节的 这是从场 就是就是到那去凑个人数到到那 完了人给钱 呃 那个什么群演也是 就是当群众演员 呃也都知道日工 呃 那个什么像那啥了 酒店小事工 就是打大工的 嗯 是吧 那是那种吧 啥都干反正就是 就打大工 那你说啥挣钱干啥呗 是不是 也挺辛苦的 这也是挺能干的 你可以看的 哎 廖这工作就找那时候工作 他那个 他退休了 现在还坚持这个打工 还 他这人挺好 还还不错 这方面不错 也看他这个勤劳这个方面 还算可以 大爷那头一听说 大妈如今 仍在四处奔波 也是赞扬人家 是他是过日子的人 这惺惺相惜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都是在为了生机而打拼 就是互相欣赏啊 说起大妈的择偶要求 人家就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把握指账 心底对老伴的要求 已经是刻画好了放针 直呼自个外表长相啥的都不在乎 唯一看中的只有对方的经济能力 就是挺胸抬头向前看 毕竟演员外貌那种滑而不实的 可没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条件 让人安稳 那不过再看大爷那边的想法 还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毕竟这都一个人打了光棍五十多年 心底咋还能这么挑挑简解呀 我不要求外表 男的要求啥外表 就个头挨点也没事 这外表不是那个演员 对我来说这会儿不存在 对 我主要要求的是他的经济能力 对 他的赚钱能力 主要是他能养家糊口 对你好就可以了 不是我看错了还是那啥 我咋感觉你们这儿都是在冲我实眼色是吗 那个没啥说的 说着说着也行 不太合适这一国丑的 他这个年龄比我大 他那个身高他也不够 他比我奶奶多些呢 身高砸得一米六以上的 那我记得可清楚了 刚才那这儿的时候你可跟我说了 说年龄比你大几岁没事 说身高长相你都不在乎 大三岁以内的可以 农村的城市不限 再也没有啥那个要求 这怎么建筑人了 这年龄也不行了 这身高也不行了 这演员还是差一些了 他长得太老了 太老了 他头发都白了 54岁他头发都白了 一般年他五岁六岁 他女的头发也不白了 真是厕所里撑干跳 过分呀 前头录制节目的时候 大爷说起资格的择偶要求 那可是字字句句表明不看重演员 不看重长相 而且年龄三岁之内都可以接受 咋这会儿一灯台亮相 又开始鸡蛋里挑骨头 找毛病了呀 属实是大米饭不熟 倩妹啊 合着这么多年没找到对象 大爷心里还是没个明镜啊 那他头发白 大哥你没听过吗 他天天 那是天天都出去干兼职 你这是啥 一个男的 你还得说干半天 修外面的 他一定女的 你没听说吗 天天在外面 大姐自己都说了 我天天 哎呀妈造的天天皮儿片儿的 今儿相亲脸都没洗 我今天来我脸都没洗 就是我这是一天造的吧 就是我感觉就不像人的女的 就是天天涂脂抹粉的 挺有心情的 我这一天的外边 就忙着挣钱的 一天给自己造的 皮儿片儿的 乐特儿的 反正就是我就觉得 这女人干个男人的活 好像有点不是太正常 我看着没有演员 头发也白了 她这个 以前我五岁还没有白头啊 头发能染 但是我没染 能染她白头不还往上涨吗 她多少呢白头 白头还是白头 让她找没日儿 我也没熟日儿 再给我介绍吧 祝你幸福 那找一个你喜欢的 祝你也幸福 那不用我了 咱们就拜拜 完了 那走了 那走了大哥 把她给松松出去 哎呀妈看我这一天 就说明这得注意形象了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活业 最终也是相亲失败遗憾退场 听到大爷那头胡同里展出 实来实去 直言自个没相中大妈的长相 整个大妈也是有些无奈 或者说是不理解 毕竟人家咋也想不到自贷 能被单身一辈子的老光过给拒绝 就是双手插着腰 估计心里都已经被气笑了呀 没事没事姐 咱们呢 这玩意们还是远分的事 回头的话 我在这边给你俩介绍 行不行 行行行 那我先带大家回去了 感谢你了 来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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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